很多人都有灌金剛盾 有時候我們很多人的家裡的檀層 不一定能夠安那個什麼金剛的那個 金剛酒的那個檀層 因為它必須是比較隱密的 所以我們有人想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的金剛盾要怎麼樣安 才能夠守護我們自己的 比如家裡的檀層或是什麼 那第二個可能請 是不是可以求失真慈悲 我們因為有那個文書店 那想要求失真慈悲 不然文書和喪 那個檀層內顏外放 檀層一般來講講的內顏外放 裡面是眼的外面是放的 那麼你金剛節在這裡的話 在金剛節的四個角 四個角放四個金剛盾 就可以了 你這個這樣子就可以 然後修法是半個月修一次 半個月修一次 那你如果是說你沒有金剛節的檀層 那麼金剛盾怎麼放 你放在房子的四個角 你放在房子的四個角 房子的四個角 房間的四個角都可以 房間的四個角 房子的四個角都可以 這個面是要向屋子頭還是要向屋子外 如果是站立的 那就是朝上的 就跟漫天華蓋的一樣朝上的 哦 如果是平的 平的那朝外 房子三樓的話 你放在一樓也可以 放在三樓也可以 如果是檀層的話 放在檀層的四個角落 那個角落 那個角落 在上一集我們看到了2008年 聯生活佛親臨高雄大藝學會 針對弟子的提問做了寶貴的開示 今天我們就繼續再來看 當天弟子還有什麼提問 我們一塊來看 第一題是真 紫光黃 不是禪地的紫光黃 是這個紫色的紫 光明的光 紫光 那個是要做什麼用 紫蓮花童在畫圖的時候 有開示的紫光畫 但那個師尊的書有提過啊 畫圖 就是幽靈虎之夜師真的有提過 紫蓮花童只是因為修正紫光法 哦 是這樣子的 修正紫光法 那麼你去問紫光 因為我修的是白光啊 對不對 那麼紫光法呢 你去問這個 修正紫光法的人 因為我是修正白光法 其實也不用分啦 其實也不用分什麼光什麼光 對不對 因為白寶光明裡面就有很多的光 很多的光 很多很多的光 白寶光明裡面就有很多的光 那麼你可以問連紫上師 因為他也有一個紫啊 對不對 連紫上師啊 你那個紫是什麼紫啊 紫色的紫啊 那一定有紫光啊 那我應該要請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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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問他開合啦 他自己問的啊 師姐 為什麼你問紫光 為什麼你會問這個問題 我是幫師兄問的 誰是你的師兄啊 真師兄 我是 師尊我要請問一下是 師尊在幽靈湖之夜有提到 紫光 紫蓮花同時是因為修正紫光法得到成就 所以 所以想請請問一下師尊 這個有關於這樣的法門 是跟所謂的修持的方法 或是有什麼 呃不一樣的絕受 或不一樣的觀想的口訣 請師尊慈悲開始 謝謝 這個紫光法以後再講了 因為這個法本身 說來化長 說來化長 我們 我們覺得齁 我告訴大家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蓮花童子 各色的蓮花童子都有 各種原色的蓮花童子都有 那為什麼以後我不再講說 你是什麼蓮花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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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再講呢 我為什麼不再講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我 因為我如果再點一個 我如果再點一個 紅蓮花童子出來 陳蓮花童子出來 陳蓮花童子出來 那個 另外的 好多色黃蓮花童子出來 或哪一種顏色的蓮花童子 再多的話 就會太多的派別 會出現很多不同的派別通通出來 而且互相的 互相的拉客 互相的拉客 滿危險的 互相拉客 因為早期的時候 都說弟子剛出社會 不明白這個社會的道理 所以點出來幾個 已經就已經在拉客 以後不敢了 不敢了 因為我們是一個大家庭 各色蓮花童子都可以相處的 都可以在一起 不要分什麼顏色 大家都是一樣 所以不敢 其實是有人 其實是有 有很多的很顯現的很明顯的 它是什麼顏色的蓮花童子 但事實上都是在一起的 你到這個敦煌 去看311到314 裡面有很多的蓮花童子 每一個是童子想站在一起 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蓮花童子 他們都是在一起的 沒有婚的 你不能說 我是 紅蓮花童子 那麼只有紅的我才收 通通到我這裡來 其他的黃蓮花童子 全部給我滾蛋 你不能這樣子 人間有分別 在天上是沒有分別 因為分別的太厲害 這個我出了社會才知道 喔原來分別這麼厲害 從此以後不敢再講誰是蓮花童子 我見到一個麗蓮花童子 麗蓮花童子 好像書上文章也寫的 但是我也不太 不太宣揚 不太宣揚突然 每一個蓮花童子 都是各色的蓮花童子 都是一樣的 千萬不要有問題 你看那個敦煌 裡面的蓮花童子 大家都是在一起的 都沒有問題 好 謝謝大家 這是2008年5月9日 連身活佛特別南下高雄 為喬遷新處的大義學會開光 並且做了許多寶貴的開示 而且為大家灌頂的是 文殊施利菩薩和愛染明王 這樣的殊聖法園和驚喜 令在場所有的弟子感恩在心 我們也期待連身活佛 能常常留在台灣 給台灣真佛宗各個道場 更多的教導和鼓勵 我們也癒至齊